嗨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娜娜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东京买房子 东京的范围非常的大 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是 侷限在东京京华的东京23区 在东京23区买家庭自住的小房子 到底难不难呢 我很常收到朋友或是网友问我这样子的问题 嘿娜娜 听说日本的房价很便宜 二手房更是便宜到不行 日本房贷利率很低的样子 而且好像零头期款可以贷款 是真的吗 住在日本的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很轻松买房子 我的回答是 以上的现象都是存在的 今天会先就房子贵不贵 来跟大家说明 而房贷低 零头款是真的 但是有条件 条件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分明 至于可不可以轻松的购买 我们会用上面的数字来推敲给你看 由你来判断 到底可不可以轻松买 下一集的话 我会分享我自身在东京23区买房的经验 希望透过我的经验分享 让大家对东京买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事不宜迟 那我们就来看看房子贵不贵这件事情 用最简单的东京的年收 以及东京23区的房价 来看看不吃不喝几年 可以在东京23区买到房子 有看到蓝色超连结的符号 就表示我在描述栏里有放资料来源 虽然都是日文资料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看看哦 还有我所讨论的框架 都是以小家庭自助为主 单能套房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请大家见谅 首先我们来看到东京的年收 根据日本政府每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东京年收的平均数 落在612万日币 约为台币171万 最近比较流行的中位数 则是落在572万日币 约台币160万 对东京的平均年收有个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东京23区的房价 东京的房子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大楼 另外一个是类似台湾的独栋透天 我们称之为 一户建 大楼新城屋2020年的平均价格落在7640万日币 约台币2139万 我是以汇率0.28计算 大楼的中古屋平均价格落在5766万 约台币1614万 接着我们看独栋一户建 一般的一户建 新城屋价格是落在6200万日币 约台币1736万 小面积的一户建新城屋价格落在 5500万 约台币1540万 而中古屋的一户建 平均价格落在5000万日币左右 约台币1400万 这样看起来 东京23区的房子价格其实并不便宜哦 对于东京的平均年收以及23区的房价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们用房价来处于平均年收 看看不吃不喝几年在东京23区可以买到房子 如果你的年收落在东京平均的612万日币 大约8到12年你可以在东京23区自产 如果你落在中位数572万 大概也是9到13年可以在东京23区自产 这样的基准 大家觉得东京23区的房价是贵还是便宜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接着我们来看申请到低房贷利率 以及零投期款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这牵扯到银行愿不愿意借你钱 借你多少钱 以及用多少的利率借你 愿不愿意借你钱 这个很单纯 如果你拥有日本国籍或是永久居住权 加上你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证明 银行是很乐意借你钱的 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 可以在东京找台湾体系的银行配合 只是这部分利率会变高 而且需要自备投期款 我没有去做仔细的咨询 所以没办法提供更仔细的资料 另外一个图鉴 就是可以跟我一样找到符合条件的日本配偶 借你多少钱 这牵扯到年收的高低 工作合约的形态 个人的债务状况以及屋矿 年收的高低这个很容易理解 工作合约其实在日本 你没有正式员工是很难申请到房贷的 个人债务 基本上债务优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有太多的债务 贷下来的金额也会减少很多 屋矿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新屋的话在银行认定的房屋价格比较高 所以可以全贷 中股大楼也还是可以有机会全贷的 但至于中股一户建 我们下一期会讨论 因为它的建物20年后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几乎不能够全贷 这个要特别小心 结合以上的说明 银行放贷的额度大概是你的年收5到8倍 房贷利率的话 2011年后其实就开始降于低于1% 而年年递减现在接近到0.5% 最后我们来讨论 可不可以在东京23区 轻松买得到房子这件事情 我们用一些例子来做说明 工作情况我们设定在刚刚的 东京年收600万正式员工 这边部分是以一个家庭 一个人的收入来计算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你可以借到的钱 我刚刚有提到是5到8倍 所以大概可以借到3000万到4800万日币 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平均的东京23区房价 最低也要落到5500万 这边扣掉了不能全贷的中股一户建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有一个差额出现了 假设你可以幸运的全额的借到5500万款项 这还有一些额外的考虑允数 就是额外费用 买房子除了房价之外 额外的契约费用大概是房价的5% 所以你还需要额外准备275万日币哦 此外你买到的中股大楼 是有管理费用跟修缮激励金的 这部分下一集会仔细说明 抓在2万块一个月 知道了额外费用 我们来算算 这样子状况下 你的还款压力有多少 年收600万 这不是你实际可支配的所得哦 日本的税是很重的 扣掉20%的税之后 你一年大概可支配的年收是480万 我们除以12个月 你一个月可支配的收入就是40万 5500万的房子 你借了35年 以现在相对低的0.5%的变动利率去贷款 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大概是14万日币 所以整体的居住支出就是14万加2万 等于16万 去除以你每个月的可支配所得40万 你的居住的支出就占了你可支配所得高达40% 这样子的还款压力是非常高的 结论 一个人的薪水 even你是东京平均数以上 你还是很难在东京23区买一个家庭自住房的 需要配偶一起工作负担 或是妥协一些条件 找到平均价格以下的物件 有了这些基础的架构之后 下一集我会讨论我自己在东京买房的经验 会有更详细的攻略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